因为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脸红 这份资料是会害羞 那天那个 飞机上面那个女孩怎么说来着 网易心不快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欧豪 当时德智能参演这部戏 当然是有什么过程 有什么心情 其实还挺兴奋 给饰演家的一个角色 以及这个世界 因为所有人 其实都很关注这个事情 都知道这个事情 但并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压力很大 因为我们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件 然后又要在那样的一个极端的环境下 去表现人物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整个拍摄都挺难的 我在《中国记者》中的角色 名叫徐亦成 他是副驾驶 我们的真实原型是 四船航空这个8633航班的徐亦成副驾驶 我们之间也做了很多的沟通跟交流 就是会问他一些当时的到底真实的情况 或者是他当时的一些感受 一些比较细节的事情 让我赋予到角色里面 很多我们看完影片以后 很多人会觉得你跟这个原型还是有点神似 对你自己怎么看 对 导演一开始就说了 然后我见到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些角度确实会有点像 然后我们俩是同龄 他也是92年了 所以某些方面我们的一些心态 一些想法上之间还挺契合的 然后我问他很多问题 他也特别的 我觉得我们相处的特别好 所以你知道你饰演这样的一个英雄的人物 其实当代英雄 我觉得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情 我们拍的时候 好像是风音一直对你吹 那个感受是什么样的 其实挺难受的 其实每天就是吹着打风 那个风有八级以上 然后有八九个以上的风筒对着你吹 你突然整个人一天下来 就是精品力尽 想眼睛 什么也想不了 像傻了一样 要吹多久 一共吹了多久 不一定看情况 有些时候分三四个小时 四五小时 有些一两个小时分情况 但是那个因为风力太大了 就是人站在那风筒面 是可以把人吹飞的 可以吹起来的那种 如果你不把一个 把住一个地方的话 这个戏的时候 完全没有办法表情管理 没有办法 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真实的 其实他们在上面 我们的原型在上面 尽力的那风感觉比我们大多了 那你真实就是没有办法管理 就是一个失控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这个角色 是不是跟你本人是反差比较大的 就是希望给这个人物多一些反差吧 像你说这个 他这个人就有时候生活中 就是会有一些浮夸 他的表现方式 但这个也是他比较可爱 有趣的一面 跟他的这个在专业领域上面 做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形成一个反差 就生活中他是一个那样的人 但工作中 他对于他的职业 也是相当的自信的 所以演的那些 比如说那个小细节 是你自己有看设计吗 就是我们平时在 大家一起聊聊聊 觉得这种点又接地气 就是人物上面呢 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就可以加上去 因为我们整个世界就是很惊心动魄的 很严肃的这个世界 那有些时候有一些就调剂一下 像一些仓后的小甜点 还是觉得会好玩一些吧 就是跟刘伟长导演合作了很多 你们俩现在是不是已经特别默契的属性了 我觉得我们彼此就是很信任 然后导演给我这样的机会 可以饰演这样的一个英雄人物 我也不想辜负导演的信任 所以你们俩现在那个相处模式是怎么样 就是他该骂还是骂 会吗 但是那种是那种带着爱的那种 其实沟通就很直接 我们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 相爱相杀 类似这种感觉 这是可以直言不会的那种 原来也不是 我觉得导演对于我来说像父亲那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他确实比我爸还大一些 对的 所以我们其实有这样 就类似像这样的关系去相处 像家人一样 大家觉得你演的角色好像都特别有挑战 你自己有大线 你说的就是 对 上天入地的 你拍的时候不会觉得特别的辛苦吗 这样的戏 确实会比 就比其他戏一样 辛苦很多 嗯 但我比较喜欢这种感觉 可能就是年轻比较浮躁 就是喜欢这种动来动去的 挑战性比较大的 比较有难度的 嗯 但我觉得演这种戏就会比较有意思 那你没有什么 就是自己也很害怕的 觉得不能拍的那种 其实也害怕 因为我也不会游泳 我在大海里拍戏我也怕水 嗯 但是我觉得 一方面是工作的原因 就是你 你害怕不是理由 你还是得去做好 让另一方面相信我们一个专业的团队 嗯 他们会保证我们的安全 接下来的话 你自己还有什么特别想挑战的角色 这个还没想到 之前一直说想饰演一个反派 然后停到左卷里面演了一次 嗯 后面其实在看嘛 我也比较期待 那比如说之后还有什么样的新计划吗 呃 后面暂时还没有 可能就是演戏 然后休息休息 因为这两年确实也拍的挺多的 让自己去生活生活 然后换个头脑 然后再回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 粉丝也有问你说要不要休个假什么 对对对对 回去陪陪父母 嗯 甚至也没看到他们了 暂时时间 但也不一定 每次 这很多时候遇到一个喜欢的角色 你转头又要去演戏 嗯 嗯 那比如说一些综艺节目 你有考虑参加 现在没有这个计划 感觉好像你每一个综艺 都能学到一些技能 对 开飞机 然后在军营里面 确实 你可能就喜欢 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嗯 为什么那么容易脸红 尤其是拍戏的时候 和被粉丝撩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我有时候 还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吧 只能这么解释 因为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脸红 被粉丝撩的时候会害羞的 嗯 然后下一个 有没有计划发新歌 因为大家想念歌手小欧了 现在没有 后面吧 如果有的话 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会比如说是Rap那种吗 还是 可能会变一个风格吧 是吗 琴歌小欧 琴歌小欧 不类的 想问如果遇上 比你大的男粉丝 会不会尴尬呢 不会啊 我有很多男的粉丝 我觉得还挺意外 因为多数的粉丝是女孩 有些男粉丝 其实还挺特别的 说明你这个演技 都要大家认可 很多粉丝 就跟大家 就像朋友一样吧 嗯 我觉得他们喜欢 你是我的四季 因为很多 一直很快难 到现在很多年了 你会有什么 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吗 就是像家人一样陪伴嘛 然后这几年期 我一直在拍戏 也没干别的 他们很少时间会见到我 但他们依然还是会支持你 在默默地支持你 让每次有作品上的时候 他们会去支持 我觉得挺感动的 你以后还会饰演坏人吗 因为你演坏人的时候可帅了 不拍出有这个可能 有可能还会 我觉得更多是角色吧 大家喜欢那个角色 我挺开心的 最近有没有学习 那种土味情话 最近没有呀 哎 那天那个飞机上面 那个女孩怎么说来着 她说你的粉丝说 我们俩有点像 我说哪像了 说有夫妻像 夫妻像 哈哈哈哈 现在的不得了 他们跟你说 他们这些套路 这还是被别人撩荡了 对 他们会的太多了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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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